1922年10月28日伴随着此起披服的欢呼声,约3万人的意大利法西斯党人踏着大步子,前并肩地向罗马成进军。 他们此举试图逼迫时任意大利国王伊曼纽三世,将证券刺利自己的领袖莫索里尼,由于莫索里尼重建罗马帝国的理念,跟国王重振国风的思想不谋而合,因而当不犯罗马成权贵要求以造反罪逮捕莫索里尼时,伊曼纽三世不但没有逮捕莫索里尼,而是直接任命其为首相。 他下了一个政治赌注,加莫索里尼一定能把意大利重新打造成罗马帝国,如此一来意大利成为了第一个实践法西斯主义的国家,莫索里尼也由此加冕为了法西斯主义教父的成为。 我们所熟知的希特勒,最早就是他的死忠本,1923年11月在国报发的啤酒馆暴动,几位希特勒效仿自己偶像莫索里尼的向罗马成进军。 只不过他偶像因此坐上了意大利首相,而他希特勒则被扔进了监狱,与此同时获得意大利执政权之后的莫索里尼,也确实没有辜负国王的期待。 1923年8月,在他执政不到一年的时间点上,向那时的世界霸权英国发起了挑战,将那时被英国标为保护国的科福岛强行拿下。 科福岛坐落于意大利与巴尔盖半岛之间,是意大利应激希腊的必经之路,而这仅仅是莫索里尼送给国王的开胃菜。 1935年,莫索里尼打响了他在二战中的最大胜利,10月约30万意大利军队,马不停鞋地直冲埃塞俄比亚,面对意大利来版。 虽然埃塞俄比亚距离力争,英法也相信谴责意大利的侵略,但最终还是因装备相差太多,而反而失败。 1936年5月9日,意大利正式兼并埃塞俄比亚,埃塞俄比亚面积足有110万4300平方公里,意大利国土瞬间激增了30%,如此以来莫索里尼的声望达到了顶峰。 在那种胜利气氛中,意大利国迷开始认同莫索里尼建设,将地中海变成内海的先罗马帝国。 1939年9月1日,希特勒大胆陕基波兰,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,由于在莫索里尼眼里,希特勒就是个晚辈,因而当希特勒在巴西斯主义人群的声望带过他之后,莫索里尼立马决定要跟希特勒抢声望, 因而在德国陕基波兰之后,莫索里尼立马就开始策划他之下巴尔盖半岛的春秋大梦。 而面对莫索里尼的大梦,1940年2月12日,意大利时任货币和外汇部长李卡尔迪直言不讳地交了盆冷水。 他说道,意大利货币储备,库存以及军备严重不足,参看资料,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使期第21页阿诺的唐宁比配图来源网络, 未发现版权声明,版权人若觉不妥,联系我们,立马山。